Julia 今天的节目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期的安家美国的节目 所以非常荣幸你可以作为我们第一期的嘉宾 而且今天的选题也是您一贯给我们节目带来的新楼盘的巡礼 非常荣幸被您邀请安家美国来做今年2021年第一期节目 在整个疫情期间 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 整个我的工作状态和我的忙碌状态和以前是没有区别 只是比以前更忙 因为所有的买家 卖家 房东永远要知道 OK 现在市场如何 对吧 第二个季度怎么样 第三个季度怎么样 第四个季度怎么样 一年的总结如何 我这个区域的房子怎么样 我这套房子怎么样 所以永远它是在咨询你 所以你是永远在不同的各个阶段 你要给你的客户 需要给我的客户做各种不同的反馈 所以说每天是非常之忙 不好意思把这节目 真的是推到推到2021年的年初 谢谢 对 所以以你的观察来说的话 进入了2021年 整个曼哈顿市场的未来的走势 你是怎么看的 曼哈顿是世界的唯一 它一定的市场会回来 但是这个回来有多长时间的回来 客人每天是问我的 但我通常就是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 因为它的回来的状态 回归的状态 它是一定是有一些过程的 而且这个过程一定是很艰难的 它的回归呢 不完全就是说我市场马上就热起来 不是这样 所有的酒店业你要回来 旅游业要回来 所有的人要回来 所有的office 所有的写字楼 大家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大家彼此在一起有这种能量 有这种互动 有这种创意 创新 这是纽约的力量 这是纽约人的这种精神 纽约客的精神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它整个的回归城市的过程 也是房地产一直在开始继续回来的这个过程 它迟早是回来的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而且这次疫情 不管是最初一直到现在的后疫情状态吧 本土纽约客 纽约客是太给力了 本土纽约客太给力了 因为它永远爱这个城市 它知道我今天拿的是什么样最好的deal 所以为什么每个星期的豪宅交易数量 都是比较惊人 我每个星期在看的时候 我都会比较的比较的surprise 上东区的co-op 2950万的co-op继续签约 西村的4000万的房子 4000万的根本不需要在市场上 内部交易朋友 自己的朋友就给买掉 其很多的还有11 West 57街的Penhouse 5000万 几千万继续在交易 所以说你就很惊叹和惊异 这个城市的魅力 因为这个城市永远有人在来的路上 永远有人在走的路上 那么疫情之下 可能是大家认为走的是比来的多 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准备 我要再回来的路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代理很多的卖家 包括这个过程 我在代理很多的卖家和很多的房东 然后很多人都是New Yorker I'm not going anywhere 有的是从Long Island回来 I come back I will come back anytime 就是我经常遇到都是这种口气的 就是You know totally I'm a New Yorker too 就是我的这种状态和他们就是一样的 所以我心里就是对这个城市 永远是有信心的 绝对是有信心 而且加上我代理了非常多的房源 每天是忙得不可开交 让我非常的荣幸 是 所以也非常高兴你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纽约城市 未来 而且人们展现的这种信心 而我们之前做了很多期的新楼盘的巡礼 实际上这就是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活力的来源 纽约这座城市 尤其曼哈顿 它永远有新楼盘出现 但它出现的每个阶段和状态是不一样的 咱们每次要推出来给大家推荐和介绍的 是大家已经看得到 已经成型的 但在它建成之前 它其实已经是经历了几年的申请过程 一直建设到今天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精选了 六个目前在市场上 有的还没有正式开始这个预售的一些楼盘 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楼盘都非常有特点 所以第一个楼盘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曼哈顿的下城说起 我们知道有一个地区 可能在最近的几年 大家非常的关注 就是纽约市政厅 City Hall周围有几个新的楼盘 包括我们之前有介绍的 25 Park Road 但是现在太差的隔壁 又有一栋新的楼盘 已经建好了 对不对 是33号Park Road 那你说的这个社区 其实就是City Hall Park 市政厅公园 我们以前讲过 所有曼哈顿公园不多 有大公园有小公园 但只要靠近公园的地方 它的房地产永远是在保值升值 永远是开发商 对之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那么因为你出门 你的前花园 你的后院就是 郁郁葱葱的公园 花园和绿色 这在曼哈顿 比黄金还要珍贵一样 所以为什么City Hall Park 最近几年是非常的火热 而且我了解 33 Park Road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 非常大型的楼盘 它的户数并不是很多 只有30套 那么33 Park Road 只有30套 是个转角 它是在角落 所以它的每一套户型 都是有City Hall Park的景观的 绝对是有Park景观 而且有超过一半的户型 是有户外露台 那么它的这种风格 比如说900尺 最小的公寓900尺 然后大概到2900尺左右 因为它的设计师 它的Architect 是Richard Rogers 是曾经在1977年的时候 就设计过高科技的 法国蓬佩洞艺术中心的建筑师 这就是完全是它的风格 在这里面 它是玻璃大厦 但是它是一种深色的钢筋 和玻璃混合起来的 就像镶嵌在City Hall Park周边的 一颗黑色的珍珠一样 真的是闪闪发亮 它的大概价位 一居室900尺 180万起 然后接下来两居室280万 然后再加上三居室往上走 所以说大家知道 它的一个起价 在180万200万左右 对 因为最近这些年 这个City Hall Park周边 各个大楼都非常受买家的青睐 那个社区 现在我们知道 是越来越成熟了 周边包括整个Downtown The New Downtown 对吧 然后西边 没有走过去几分钟 就到了西边Hudson River 然后Whole Foods 还有其他的一些New Supermarket 全部入住 整个的生活技能 就极度的方便 那如果我们沿着东边 我知道现在有一个区 曾经在几年前 我们也介绍过 就是Nomad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 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楼盘 其实这个社区呢 咱们讲的Nomad North of Madison 包括和这个Flight Iron 全部连接在一起的 整个这个周边的这个区域 在过去的五年中 其实真的是 这一些新楼盘的出现 非常的方便 它location很好 那么现在又出来 几层新的楼盘在旁边 那我想 就是有两套 我是比较说 想告诉大家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 在哪里呢 有一套是The View The Call of View 现在还没有在市场上 还没有在市场上放盘 但是我们都会有 第一手资料了 我们知道 它的特色特长在哪里 我们在哪一个点是 就适合哪一些客人 The View 就在那28街 三大刀 它就整个是 它所利用的 就是说 我是几个社区 互相合起来的 包括我是 它是在Kips Bay 然后它的下面呢 是这个Gramersy 这边是Flight Iron 这边是Nomad 它就把所有最流行 最时髦的去 全部就是 I'm here 全新楼盘 然后和它紧接着 一阶之隔的呢 是一个Heroes 另外一套 小楼盘 这个楼盘也不是很大 但很精品 20层只有43套 The View呢 是有36层100套 它们的风格 有点相似 也有点不同 因为每个楼盘 它一定要有 它有自己的特色 你像你每一辈 你都有自己的风格 和特色一样 那么Heroes的风格呢 也是近一半的 户型是在私家露台的 它就是说 这个楼盘我带客人去看过的 超乎我的想象 就比我想象的品质要好 它全部落地窗 你可以看到开阔的景观 然后你到露台上的时候 你就会 哇 那这是壮丽的天际线 就在你眼前 几乎中程到下程 所有的Skyline Scraper 全部在你眼前 壮观的天际线 是在露台的 对 我们先说这个Heroes 应该提到只有43套 所以也算一个精品式的 这样的一个楼盘 而且我听说 这个楼本身来讲 它的定位 还是比较符合 当下市场的一些定位 所以它的一房来说的话 应该是100出头 就可以买到 对不对 最近出现的这些新的楼盘 我发现它一个特点 它一个新的特点 就是说都有小户型 包括它的价位 就是在100万左右开始 那么在这个 100万左右就会有一绝石 而在这种地理位置 这种地理位置 就是真的是所有纽约的 所有的美食 所有的方便 全部在你眼前了 全部在你眼前 它的这个社区 而且在过去七八年中 其实一直没有新楼盘出现的 一直没有 所以它也是填补了 这个空白 28街 然后Lexington 和Sandara的corner上面 非常小而精致 尤其在这个 有着疫情出现 让很多的买家投资家 其实在选择的时候 不会选择太大的楼体的楼盘 反而选择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少 比较私密性比较高 和人的接触比较少的 这种楼盘 所以它的 就是应着市场而出现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Heroes 那实际上你刚才还提到The View 这个它很像 我记得它的地址 应该是368 368 对 Third Avenue 对 所以它是在一个大道上面的 对 所以它的朝向 应该是一个东西朝向的 这样一个楼盘 那个楼盘就会比 刚才提到的Heroes 要更大型一点 对不对 它的户数有100套以上 对100套 它高嘛 它36层 36层100套 那么Heroes只有20层 43套 它的楼体呢 View的楼体比较大 而且它本身叫View 楼盘确实是View不错 你到上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 18层上 19层 20层上 其实它的天际线 已经全部入眼帘了 而且它 你到了一定高度之后 四个 四个朝向 是全景的 它是有全景的景观的 所以为什么 它可以把自己的楼 命名的View 一定是有View的 那它的内部设计呢 非常的温暖 也是最近在 最近几年在纽约非常火的 非常有名的室内设计师 Paris 他来设计 它就非常适合这种 纽约的这种小清新风格的室内设计 非常温暖 非常阳光 光线很足 但户型不是很大 实用 好用 所以这里面的Studio 82万9起 一居室100万起 对 所以你刚才提到 小户型在这个楼盘 就体现的 非常的充足 你看Studio 80多万 在曼哈顿 可以拥有一个温暖的 一个小居 然后一卧的 也才100出头 对 那当然它是这个起价 起价可能是从底层楼起来 对不对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么好的地理位置的 你想要在新楼盘里面 然后设施又非常的齐全 大楼的所有的会所 24小时Doorman Location 那是无敌的Location 那这些的话 你不可能 82万9的房子 你可能会在 在天空中这么高 大家都是 都是understand 都是懂的 但至少它有这样的选择 会给你 每次开发展推出来的时候 它一定有它的特色的 所以为什么 咱们每次在介绍楼盘的时候 我们分析一下它是什么 所有的楼盘都使用最好的家电 所有使用顶级的德国家电 纽约克最喜欢的家电 都是白项目的版 真的是 这个白项目的版 这是纽约克 所以标配了 标配了 就已经是标配 Millay也是标配了 这些都已经毋庸置疑了 就是每个楼盘特色了 和风格 你要不然你说 我喜欢住大户型的楼盘 我喜欢住小户型的楼盘 对吧 所以说你要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那么nomad先有这么多的新楼盘 I'm very happy about it 是的 好 那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还有三个新楼盘 要给观众朋友做个介绍 朱利亚 我们在上半段说到了 2021年最值得期待的一些新的楼盘 那下面我知道 我们的大建筑设计师 Robert A.M. Stern 又在纽约要出手了 又有一个新的楼盘 对不对 我知道你是他最大的一个fans 对不对 对他了如指掌 我对他是fans 但我有的客户朋友呢 不是他的fans 但我的客户并不反对 他们说 I know 朱利亚 I know You're a big fan of Robert A.M. Stern 那不仅是我 而且纽约很多开发商也是 你看Robert A.M. Stern 他所设计的所有的楼盘 那全部都是顶呱呱的楼盘 对吧 这也是美国的建筑师的代表 那么他在设计这一次的 West Chelsea的新Condominium 是瑞莲集团的related设计的时候 他说 I promise you I gave you something classic 所以说 我就觉得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在West Chelsea的 这边的第一栋楼盘 那我们知道West Chelsea那地方 现在是火的一塌糊涂 对不对 自从highlight以后 把所有的世界最知名的建筑设计师 都带进去了 那related最新的 在那边的楼盘 灯笼公馆 那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 对 那现在他把这个Robert A.M. Stern 也带到这个区域来 对 是不是 你看Robert A.M. Stern 和related的瑞莲 就是强强联合 那所有咱们一直介绍的 高线公园旁边 都是一些鬼才建筑设计师 而且世界知名的设计师的 竞技长廊 对吧 对 那么就没有Robert A.M. Stern 这样经典的 所以他说 OK I gave you a classic one 所以这次设计 就是超经典的这种设计 整个十一大道的 整个地块是他的 然后东西 东西像 非常有标识性 对 这个楼盘 现在还在建的过程中 我看到他过去的 整个的一个渲染图 他一个造型 和他现在出现的 他又有一些风格的 一些不同 过去他很像是选择一个 浅颜色的 对 浅颜色的 对 那更是他的标识 那么现在永远是深色的 Right brick 对 但是他在 其实在西村12阶的 那个 Superium Inc 也是啊 其实也是 也是这个 Dark brick 也是深色的 砖的 砖的结构的 所以他在这个设计上的 选择材料上 有所变化 但他整个风格 是没有变化的 一贯是他的那种大气 那配上 瑞联集团的 瑞联集团的出品 就是品质的保证 你每个开发商 你看他是在哪里 他是在哪个状态 我是完全是豪宅开发商 对土豪开发商 还是我就是说 我小开发商 对小打小闹 但瑞联不是 瑞联所有的出品 他都保持在 他的品质 大气 质量 和价值 value 所以说 为什么他有一批 follower 他有一批追随者 那么瑞联和 这个Robert Amstern 联手的话 那就更多的follower了 对 而且这个楼梯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楼梯 对不对 户型也是比较多的一个 对 144套 其实也是刚刚好 这种户型呢 其实呢 这种永远有人在买 永远有人在卖 有人想要来出租 有人想要再出租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楼体量 一个规模 一个体量 是的 而且呢 他的很多房子都是 很多很多公寓 都是看着哈特逊河 非常非常之美 非常经典 对 那现在这个楼盘的 它的售价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你已经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 设想一下 它的北边就是200号11 11大道 200号11大道 两居室是在650万 它的南边 南边就是 Norman Foster 对 南边就是555 West 21 Norman Foster的 这栋精品楼盘 咱们介绍过的 对 非常清新的 它这里面两居室的价位 看着这两套楼盘 一北一南 你就知道 它的价位大概在什么标准了 是 所以这个楼盘 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 一个大开发商 和民建筑师 在纽约留下的精品楼 而且还是在West Chelsea West Chelsea旁边 南边就是这个 The Whitney Museum Winney Museum旁边 就在建小岛公园 对 非常有特色的那个码头 这个Tom Hetherwick Tom Hetherwick 建完了大波罗 来建了这个登龙公馆 现在又来建大蘑菇 建的这个小岛公园 全部都是他来建的 所以说West Chelsea 还是非常非常有潜力 绝对有潜力 对 而且我们发现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 沿着哈德逊河的 这个河岸这一带 现在真的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 又是精品 同时非常有品位 有档次的一些楼 所以下面我们要介绍的 也是在哈德逊河岸的 一栋楼 对不对 这栋楼来讲的话 它又不是一个全新的楼 它是一个翻新改造的楼 对 但这个翻新改造的楼 来说的话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 纽约人的最爱 对 因为它这个翻新 它这 我们现在要说的 这栋楼盘是在 Tribeca Tribeca 在West Side West Side也是靠着 看着水 也是看着水景的 看着哈德逊河的 西洋的 这个是翻新的楼盘 67号West Street 它就在70号West Street的 南边 两个就是一阶之阁 你刚才提到 它就紧挨着70号 West Street 70号的作品 对 又是 Robert A.M. Stern的作品 对 那么67号West Street 它整个楼品的风格 也是这种古典 然后因为它本身是老楼 已经有个世纪 99层 然后现在上面加起来几层 加建4层 然后有大露台 私家大露台 然后又有往后退后 Side Back 到上面的Pent House 那么一共只有13户 是 因为这个楼 你刚才提到的 它实际上是建于 100多年前 是189几年建的 对 那当时来说的话 就是一种 罗马复兴时候的 这种风格 对 那这种的建筑风格 在现在确实是很难复制 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外部的一种建筑的材料 都给人家一种历史的 一种厚重感 是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楼是 过去还有一个 非常独特的一个 它的一个历史 对 它本身 它本身是这种 Loft 超级Loft 有点像Wirehouse 像那种超大的穷顶 超大的穷顶的玻璃和窗户 这种就是 That's it That's New York 很多人来 而且是艺术家的最爱 艺术家肯定是最爱 所以说这以前呢 这里也是Andy Warhol的 经常出没的地方 地方 对 包括他的studio 对 studio也在这里 还有其他的很多艺术家 一大批的艺术家 全部艺术家在这里 那说这个楼盘的价位 你想它的定位在哪里 这么漂亮的楼盘 只有13套 所以说 要么一堤两户最多 要么就是有几层富士 然后还有呢 这个Penhouse 几层的Penhouse 它南边的一栋房子呢 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明星店 明星Mare Street 它原来是住在这里的 已经卖掉了 1500万卖掉了 所以说这里面 都是真的是明星 名流 名人 历史 大家都知道 Trabaka的 都Love it Love Trabaka 但是Trabaka 你真的是需要 Well-heeled 真的是要有点 对 有点实力的 有点实力的 对 是 对 我们提到这个纽约 这个疫情 受到很大的一种冲击 但实际上回过头来 实际上我们发现 纽约还是在不断的发展 壮大的过程中 你看哈森亚 在过去我们五六年前 还是一个蓝图的时候 现在你看哈森亚 已经呈现在眼前 讲到这个开发案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开发案 那是又在东边 在下东城 Access Crossing 对 当时大家就永远在比较 说 Access Crossing的这个project 非常大 可以和哈森亚相媲美 那完全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一个更不一样的规模 和不一样的 它的定位 定位和它的文化 不一样的 是 所以One Access Crossing 它这个本身就是 它的中心 整形是它的一个中心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 另外一个新的楼盘 所以这个楼盘也叫这个名字 也叫One Access Crossing 对 它是下面一层到五层 就是Market 整个的一个商业中心 SX Market 然后从六层往上到十四层 就是它的Condo产权供应 这是全新的 而且是由大家非常喜欢的 纽约的顶级建筑师 三川Rudy所设计的 也是它的内部设计 也是温暖明亮 木材石材 陶瓷 相间的 因为Lower East Side 本身就是一个纽约 这么有原汁原味的地方 你想在疫情 疫情之前最后一天 其实我在那里拍摄视频 就还是那么有活力 还是在那个Isex Market里面 当时还是最后一碗面 然后后来就关掉了 后来就关掉了 我记得是非常的有特色 对 Isex Crossing 它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一个下东城 全部都带动起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下东城 给我们的印象是感觉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新楼盘的 这么一个地方 楼盘基本上很多是比较老旧 那么现在这种大型的开发案 进来以后 其实建了很多的一些商业的 办公的 然后包括公寓的 然后还把一些比如说博物馆 一些文化的设施给带进来 对不对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新的 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社区 Lower East Side它有它自己的魅力 它这个魅力就是那种活力 它那种活力变成了说 所有艺术家去哪里 这个房子就要升值的地方 艺术家都到去Lower East Side 所以这个房子也是起来的 但是换句话说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最近几年 从2015年到2019年 升值最高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Lower East Side 对 因为是有几套新楼盘出现 就是242Broom 242Broom 那因为有我的客人在这里做投资 那么我们后来给放到市场上 出租啊 找客人啊 每次客人过来 你都会发现 都是真的是年轻的 professional 然后呢充满了活力 收入又非常高 要么就是设计师 要么就是designer 要么就是这个瑞士家族的 Trust Fund Trust Fund Kids 真的是 所以说 而且那个楼盘非常受欢迎 那么 都在同一条街道上 对 同一条街道上 你刚才讲242 它这个是202 对 那现在202来了 因为242已经有几年了 已经有几年历史了 里面也没有几套房子 现在在出售 而且Panhouse全部都收掉 所以说202一定是有很好的市场 而且它有studio 大概100万开始起 100万开始起 对对 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非常的有魅力 对 所以我们不仅是介绍新楼盘 在介绍新楼盘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社区本身的一种改变 对不对 很多人说纽约是一个老城了 尤其是曼哈顿 有上百年的历史 但是你发现在老城中 它又在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发展 有新的活力出现 对不对 有新的血液在出现 对不对 所以说老楼翻新 把他的品质变得更好 把他的生活品质变得更高 他质量变得更好 然后人们的意识更先进 永远在向前走的过程中 所以说New York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是 对 所以真的是你在百忙中 能够给我们的观众介绍 现在目前出现的新的楼盘 而且这些楼盘很多还没有上市 你刚才也提到 很多的楼盘是您在跑步的过程中 看到了 然后关注到的 对 我有这个直觉 有的时候出去跑步开房子 转转走走 我说这是什么楼 我不知道 照相 马上记录下来 马上记录照相 对近照远照 左照后照 前照后照 然后一定要知道 所以当有一天 他一出来的时候 我马上就知道了 Oh that's it This is one 包括67 West 也是一样 我去看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 他的外面全部都是给围住 正在做翻修 所以说对这个城市的热爱 是在 不是你说的 你是真的是 对 身体力行 You are in it OK 谢谢 是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说 在下半年 我们还要做一个 新的楼盘的巡礼 期待那个时候 有更多的 纽约的新的建筑出现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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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